大家好,大家好 我六个黑香港时间12月29日 即晚出街,大家好 今天基本上是追回新闻来说 昨天我没有做林卓廷被捕的那件事去说 今天追回来说 另外,李运辰翻发他的书面 他为什么被黎智英保释 我觉得他给出来的理由 都是令香港人不可接受的 所以要讨论一下 另外也要讨论 就是说,钟可林判了四个月 坐牢 明天是12门徒 12个贼 有10个,明天10点半就会判决 他们这帮契弟认罪的 无论如何都好 減戒完,我们先做一个卖的广告 希望你支持有仇必记 何志光的频道 希望你订阅 分享,留言,赞好,按铃铃 请你查一查 Youtube有没有 震走你的订阅和铃铃 所以你另外每天都要请你来 去看看我有没有影片出 没办法的,他不派 就以为有这样叫你 你订阅是支持我 你不支持我 有一天Youtube就说 何志光小人支持,不如接上去吧 没有言论自由的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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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正经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少少疫情 我看到政府呢 在今天来说 已经要把防疫的要求 比较收紧了 即是一栋大厦 如果有两个没有相关的 个案 就会做强制检测 蛤? 那我早就说了 你现在才做? 是不是? 其实是应该的 即是说 可能有环境污染 是不是? 如果你一栋大厦 不同户数 竟然大家不懂 但是又有人检验了 你不排除 是因为环境 比如说栋大厦、电梯 又或者是市渠 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才收紧呢? 老实实 我又不是都在骂 因为我看到 中招数字好像跌到50宗 好了 但是现在的社区 仍然是 有很多 没有 很多隐形的个案 在社区周围走的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封闸楼 采运村封闸楼 没有人中招 但是环境 可能是市渠的那些 水样本 找到有新冠 后来就强制检测 抓到三个 那就好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你说找 不知道为什么 机缘考核 会查那幢大厦 没有人中招 你去查那个 环境样本 查完 有人有东西 那当然是疯了 不能吵架 因为 你如果 你不找 现在找了三个 可能再多些都不行 你不找了那三个人出来 那个人就在街上上班 是不是 所以 其实有时候 政府一些事情 我们普通人 可能我自己 一个月前都说 喂 我记得 我大约是11月尾 12月头说 我说 一幢大厦 有两个没关系的案子 就是 一幢大厦有两个人中招 但是不同户数的 那就整幢抓住他 全民强檢吧 应该要强檢吧 是不是 但是你政府到现在了 2020年快就完了 你才做 其实是慢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再做更紧 我早几天都说过 袁国勇说他不反对全民检参 那你可以想方法做的了 香港真的现在这个疫情 你看到很多新闻去说 就算 是你有疫苗出现 美国的疫情没有减缓 每天都20万个的 老友 明天突破2000万的了 明天 2020年去美国就拿到个纪录了 一年一个疫症有2000万 真的 其实是很肉酸的事 看来呢 疫症能不能按得住呢 很难说了 东京奥运 都怕会收工 所以他就封关了 现在这件事情 究竟会不会整个2021年 又由年头玩到年尾呢 如果连续 两年多三年 19年就因为黑暴了 大半年都是经济开始转差 2020年全年都死了 因为疫症 如果2021年 香港政府不想方法 令到香港清零的话 我们真的在死 什么东小企都死了 只剩下地产那几家人 那我不说疫情了 先说回其他事情 明天 明天 就会宣判的了 整群混蛋 就全部认罪 你们又说 你们的家属 又在骂 又说什么不人权 这是暴政 你们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认罪 郑子豪 你老爸 郑和耀 你们在那里吵 又说什么不人权 那你们不应该认罪 你们偷渡是应该的 是你们人权 为什么你们认罪呢 是不是 这些家人 现在这样去指责中国政府 现在你们说 他们现在认罪 从轻发落 我不希望 大哥 你这么多在香港的手足 等待当然在香港搞事 你在大陆的强权面前 你要认罪 你这些混蛋 你要为香港 为香港的手足着想 不要认罪 打官司 是不是 你们这么狠狠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 你 中国现在抓了你 你要认罪 就是证明 港独是没有潜途 是不是 你们现在认罪 就是说 港独已经收皮了 不要认的 就是我觉得香港的黄丝 面对现实 港独就收皮了 大哥 黎智英 刚刚辞了一串煤的 董事会主席 不知道是不是 执行董事那些身份 全部都辞了 准备走路 我觉得 是吧 叶一坚去上位 去顶 法官呂混藤呢 就会说 喂 是为了法律的缘故 所以 就不能够考虑警方的要求 因为警方说 很多人走路 是不是 你读一下这篇文章 至于控方 也要求法庭 需要考虑 黎智英的潜途风险 强调黎智英 起诉多项罪名 海外有经营生意 就是说 他有地盘 走路很方便 而私人拥有两艘游艇 潜途的风险可见一斑 而黎智英未被 未被起诉国安法前 法庭亦曾经拒绝各他出境的申请 但法庭认为 以上尽忠说法 等于 黎智英有意图离开香港潜途 尽管最近有多宗的潜途个案 法庭 需分开考虑会中案件 李温提是否真是仆街 真是仆街 你明明是 根本你也说真的 黎智英 在社会里面的理解 他做到的气势就是 他是黑暴的最后支柱 当然了 在后一步就是外部势力 在花园道那间鬼屋 是否 金钟还有另一个 婴儿国家的 那个领事馆 都可能是黑暴的支撑 但无论如何 黎智英 的确是有问题的 李运腾用一些歪理 我觉得现在已经颁布了一个李运腾 给黎智英 走路的一个机会 黎智英走不走是一回事 但是港区国安法的确 就说 除非那个人 不会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但是李运腾就按 他自己的想法 就说黎智英 已经有很多限制他 不让他出帖了 那么他 去经压六尺四 林卓廷 去说话 因为 林卓廷走了到他的家 然后出来替他发言 那就是说 黎智英 可以有代言人 帮他指点江山 你管李运腾 对一个这样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你这样放山 你其实是那些东西 根本不可接受 你林郑应该立刻取消 她那个 国安指定法官的资格 那个身份 你林郑是不是你现在睡觉了 李运腾叛割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去叛国 我认为叛国 一个外部势力 现在对整个 人民日报 是在代表中 中共中央的旨意 毛泽东 就是经人民日报 整个署名写 物为言之不语 写完 就打真宝岛了 说真的一句 现在人民日报 是代表中共中央说了 说不满意李运腾放 黎智英去做保释 为什么你林郑是可以不理的呢? 你不理是不是觉得李运腾很对呢? 你是不是特意跟中央作对呢? 另一个跟中央作对的人 那个呢 是叫唐家华的含家产 唐家华有时候说的东西很正常 但是有时候他就说 哎呀那些黑暴你特赦 今次他就说 行会成员 资深大律师唐家华称 大众错误理解 港区国安法 不容许被告保释 他解释只要降低被告潜途 干扰证人的风险 的证供 干犯同类罪行的风险 那有降低度吗? 他找代言人里面 指挥黑暴做事 是不是? 接着可能打个电话 或者做个动作转钱 那黑暴就有钱搞暴动了 真的降低了吗? 法官都应批准被保释 湯家华呢 就拼斥有人以政治 或个人的考虑 推断法官的决定 对法官不公平 我李老美啦 湯家华 现在你是替 你前主子 你是公民党的人 你前主子就是肥佬黎咯 肥佬黎一年给公民党的 一年给公民党的 现在公民 林郑 接收你泛民派来的 鬼咯 行政会议成员 其实是林郑花 扎决 让你进去 你有时候说一些正经的东西 好像很正当 现在你就送要关头 你就替你主子 去保护他咯 你保护李运腾 又保护黎智英咯 我一直都骂李唐家华 谁替黑暴 说要替他们 说要突赦他们 那些我都骂 我以前开名说 曾玉成我可以骂 亨玉成说 民建联创党主席 为什么我也要骂 说真的 他做事 政治判断 明明就是 黑暴是不可以突赦 不可以接受 如果突赦了的话 按西方人的手法就是 你退 你退的话 你退的话 就我进了 林郑 说要撤回逃犯条例 黑暴就惹火燎亂了 就是升火燎源之势 是吧 不断烧到全香港都烂了 是不是 所以 湯家华 现在呢 保护李运腾 可以说一句 你是代表了 香港 以林郑 林郑就代表她 根本是一上任 她捐了几匹奇野 几万元 给了民主党党兴 捐给民主党 等她说 现在我林郑都支持你 反中乱港 是不是 李湯家华 都是泛民出来而已 做鬼当然是 九真一假的 他平时有时候说正常的东西 还要关头 就阴你了 你这个肺 无论如何都好 先说这么多 就是 所以 这个中汉林 又是中了几个月 几个月 几个月我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又觉得 算了 他弄烂国旗那些中 我希望 在国安法那边 可以判重一点 一月呢 就会出炉的了 我希望 中汉林的契弟 就 真是 我看看有没有法官 给他保释 是不是 这个人 不过这个人 有很多钱 去上诉的 看看肥佬丽 出不出钱 你明不明白 肥佬丽 保释就是 他可以打电话 科水给一条契弟 可以打官司 就好像中学囊 这些契弟 先说到这么多 再见